好家伙 这马路怎么断了 吓得村民都不敢走了 这边居然还有一条大蛇 太惊艳了 一个个巨大的深坑 史敦 简直坐到了一假乱真的地步 原来这些马路上栩栩如生的三地画作 是来自一个福建的农村小伙 张世仙 小伙出生于福建南平 被网友称赞说是现代版的神笔马良 这些栩栩如生的三地画作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只要是地板 都可以成为他的画布 经常把爱人 村民吓得够呛 也不少被人拿着扫把追 那有人肯定会说了 这么牛的人一定是专业人士吧 其实不然 张世仙只学过素描 甚至大学都没有毕业 三地绘画只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 没有专业的老师 一开始他也是画布好 但是为了能练就好三地画 他通过网络自学 先在纸上练习 然后再到马路上 对比着一点一点的摸索 他的工具也是非常简单 一节木炭 些许的粉笔 这些就能让他在马路这舞台 发挥自我 自学成才的张世仙 迫不及待地在马路上展示自己的成果 村口 马路边 甚至家里 都是他的舞台 看着逼真的三地画 换作是圈圈我 冷布丁也得吓一跳呢 在村民看来 他是一个异类 因为别人都在辛苦种地耕作 而他却是整天在村头村尾的马路上画一些奇怪的画 为了练就画园 他不惜把自己变成人体原规 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练习 甚至把自己转道土 他也想练好这个绝技 看他一笔画园 好家伙 原规都得原地下岗了 其实张世仙有担任过美术老师 但是都无果 在村里也做过墙壁彩绘 偶然的一天 张世仙把自己画画的过程拍成视频传到了网络 没想到一时间大火 他也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极少数人做过的事情 他的视频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热评 这也才逼真了 看得我都不敢走这条路了 但也有网络留言说 这样会不会影响交通安全 对此小伙也回应了 他是在村里 少有人走的路上作画 而且每次拍完视频以后都会用随身带的桶 把路面清洗干净 给这个小伙点赞 也有不少专家说看不懂他的画 建议他好好种地 其实圈圈认为 一个爱好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画画的初衷本来就是张世仙小伙的一个兴趣爱好 为了满足取悦自己而已 而且还有那么多关心支持他的粉丝 我们又不是人民币 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喜欢 做好自己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你们说圈圈说的对吗 感谢您看到这里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本视频 让我们下期再见